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新加坡到麻坡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柔佛州的这座河口城市住着33万人口 其中华人占了四成 高耸的天线是麻坡住宅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它打破新马人民在地缘上的隔阂 让麻坡人观赏到190公里外的新加坡电视节目 如果你住在这个五杰班浪石家路一带的最近这几个月 是不是感到有点体育吊胆呢 基本上这只猴子其实它的心 终于下班了 很开心因为明天是星期六 然后不用工作 所以我打算就是明天跟我姐姐回麻坡 看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蔡沁凯是时事节目《诗诚有约》的新进主持人 这位在麻坡小城镇土生土长的甘榜女孩 为了追逐梦想 离开家乡到新加坡发展 亲凯的父母亲结婚四十六年 为延续香火 父亲俩一直希望为家里添个男丁 但事与认为 蔡妈妈在十七年内生了九个女儿 亲凯是家中老妖 第一二年就生了那个大姐 那个时候我母亲还在 她是个女的 你带生不要紧 可能你也会拨到一个男的 我当时也是传统的 我们那时候的年代很顺从的 我就是每次讲 你辛苦一点帮我拨一个男孩子 所以我一直拨 拨 拨 拨下去 蔡家女儿接二连三出事 竟然有邻居向蔡爸爸要求领养孩子 这个邻居就说 假如是你的 你送给我啦 我领养 我妈妈就一句顺口 讲说 好啊 要你去报咯 后来真的生了咧 敢敢领养要来逃咯 我们是舍不得啦 因为生到第九个 庆凯老师讲 她比较男生 她是本人昨年这样 脚先出 所以到那个医生交代 妈妈已经虚肉了 不可以再生 所以她跟她开开 到最后一个已经是算作宝贝了 那你还要送给人 到那个时候就没有 不敢再生了 庆凯出生时 大姐已经17岁 她见证了妈妈在传宗接代压力下承受的内心煎熬 我妈妈那时候每一怀孕 临产的时候 我会每天求菩萨 我比她还紧张 那时候真的是看过父母亲有点失落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甚至到庆凯 就已经一万年俱灰了 怎么能够这么巧 都是女儿 大姐提早踏入职场 为父母分担家庭重担 所以我这个大姐很无缘 很无缘的 所以她们一路来姐妹都很相亲相爱 从小时需要一个案 对错分清楚 我对 我对 别鼓励 错 我一定要发的 菜家有五个女儿在吉隆坡发展 四个女儿在新加坡打拼 麻婆路加成为中心据点 维系着一家人的情感 菜家姐妹从小热衷表演 遇上人生大事 送上祝福的方式更是与众不同 庆凯的五姐结婚时 家人为她献上了一份温情满满的礼物 我的四姐夫她就谱了一首歌曲 然后由我的大姐作词 三姐因为之前学过摄影 我就委任她当我们的摄影师 然后我就是导演 其他姐姐就是演员 我们就在黄金丹荣大概一个早上的时间拍摄完这个MV 在当天婚礼那天就是一个非常惊喜的video 然后播出来的时候 我姐当然当然非常的感动 都哭成泪人 麻坡又称为香菲城 它在2012年被儒佛州苏丹升格为皇城 欢眼曲折的麻坡河穿承而过 把麻坡分为南北两岸 在南岸的市中心 以华人居多 福建人占大多数 平均占华人人口总数的一半 在麻坡华人住家 80尺高的天线随处可见 它牵引着新马两地华人的情感记忆 也造就了安装天线这个高难度的行业 郑文斌年轻时在新加坡是安装壁雷针的能手 还娶了新加坡太太 政府当年推行两个就够了生育政策 文斌却崇尚多子多福 于是举家返回麻坡当起天线安装人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读书也不高 那么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得选择 那么你最好选择这个天线 人家每个要看新加坡了 做这个行业是危险 可是这个行业赚钱比较快 比较赚有钱 第一次学趴的时候心脏痛 你一直用力趴趴趴 那个心很痛 你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你手和脚趾脱皮 因为那铁磨磨你的肉 磨磨了已经脱皮 几十次等半年的时候 你的脚不会流血了 不会脱皮了 你才可以慢慢爬上去 第二次我们爬是那个腰痛 因为我们要这个腰力 不是说你要爬 你就要可以来刷来爬 要慢慢写起 最少要写两年 文斌27岁入行 爬高彩低安装天线 一晃就是35年的光景 1980年代 新加坡电视剧在南马风光一时 成为麻婆人安装天线的全盛时期 文斌一天之内可以接到三桩这样的差事 当时庆凯家里也安装了天线 他小时候的娱乐节目 就是收看第八波道 当时马来西亚电视台也就是国营的电视 很少中文节目 所以像我们热爱华语的小朋友们 如果要看中文节目 当然就是看新加坡的节目 第八波道陪伴沁凯成长 令他向往在新加坡媒体工作 中学毕业之后 庆凯报读了新加坡理工学院媒体与传播科系 让梦想开始萌芽 真的就是我梦想的一个科系 然后真的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机缘 天使地利巧合 然后家里人又非常支持 可以支出我的一些生活费 其实他们有点不舍得 因为我是小女儿 就觉得自己为了要追求梦想 但是好像把爸爸妈妈放在家里这样 所以我从麻坡到新加坡 在四个小时的车程 我是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真的是从麻坡的家 哭到新加坡的关卡 然后我到新加坡 我姐姐根本都认不得我 因为我整个就是装得很厉害 因为在追求梦想的同时 你是离开家的 当时候他就跟一般小女生没两样 觉得说我离乡背景 我外面是一个这么大的世界 我什么东西都很好奇 很想去尝试 大家都说我是甘坡哥 我好像什么都不懂 第一天我要做一个功课的时候 然后同学就说你去Wikipedia找 然后连Wikipedia是什么我都不会 然后新加坡的同学就很不可思议 就你怎么可能连这个都不会 然后回到家我就很难过 我也没有说太多就去睡觉了 但是我是哭着回家 然后隔天我看到我的书桌上 我直接写了一个字条给我 他就说不要怕人家看不起你 最重要你不要看不起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个字条我还有收着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毕业后 庆凯考上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三年多前 他如愿以偿加入了新传媒 成为节目编导兼主持人 我的女儿当电视 我就是很高兴 就通知我朋友 几点几点都有我女儿的节目 庆凯走向目前之后 家人特别期待观看他主持节目 然而近几年天线信号接收不良 无法清晰收看现场直播 于是又叫了文斌安装新天线 自从网络时代兴起 文斌安装天线的工作缩减了 只能靠零星的拆除及维修工作 维持生计 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需求 只要爬上了高处 就得面对无可预知的风险 也是到那边钻到一般下大雨 我们就要收工 也是打雷也要收工 因为你这个铁来的 那么你在上面最高 那雷电最喜欢靠近的高的 像我们爬上去 铁线烂了 烂的时候你看到 没有什么 你爬到一般它断 断那么你马上跳 来得及跳 跳得到就伤到 没有跳得到就完蛋 我的弟弟也是新加坡 抓工回来 没有来学来帮忙我 后来是挂念的时候 有个人要修理 就爬上去最后那段 那段就忽然间起了一个大风 这个大风吹一下 它就整只熬下来 就完蛋了 那时候发生这样 赚很多钱都没有用 一转眼那个命就没有了 然后没办法 那么我孩子有四个了 然后他们就说 什么都危险 你要慢慢慢慢 后来我再慢慢再抓回去 本来就没有做 有报复的人都希望凭借专长 在理想的领域做得最好 来到诗城追逐梦想 只是沁凯投入媒体行业的起步 毕竟圆梦的过程是一条漫漫长路 我希望是说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 去做这一行做得更好 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开心 做好他本分的事 我们赌一堂高兴 真的 快乐的时光特别短暂 沁凯还是得回到工作岗位再冲刺 下一次再见父母亲 可能是两个星期以后的事 好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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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到处自己 好 大家 突然间有很多女儿回来 很热闹 然后可以在一瞬间 每个人都回去 各自的工作岗位 指导他们两老在马婆 所以每次我都会觉得 很感慨 其实真的是很不舍的 所以每次会觉得 只要没有工作 都会回来马婆 只要找不到沁凯 他就是在马婆 从马婆市中心往东开车 约二十分钟 有个八口新村 他素有杜家村之称 村子里的华人人口当中 就有四分之一姓杜 外号万事通的杜盈州 在八口土生土长 他的祖父当年夏南阳 落户八口 到了盈州 也是第三代 开校车的 开校车的盈州 每天在村子里穿梭 生活离不开这片土地 对周边的事物 了若之长 这边看你要把路了 都是一百八千进度的 右边的这个是平安摩托 这白鱼长袖鱼的 这个他妈妈姓杜 他的祖母也姓杜 我右手边那边杂货店 还是玩幸福的中心的 其实左边这边 这个在除草的 这个也是玩幸福的中心 我的习惯是福建的 每次都讲圈的圈的圈的 打一个招呼 早期每十个八口人当中 有四个人姓杜 随着外来人口迁入 杜姓村民减少了 但人数仍然高居全马之冠 八口的杜氏宗亲组织 相当完整 除了庙堂和坟地 还成立了马来西亚杜氏工会 今年 恰逢工会四十周年庆 新加坡杜氏工会 特地组团越过长堤道贺 77岁的杜丕来 大半辈子居住在新加坡 但老家在八口 对这里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情 在新加坡 那些新住人很多 都是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国这一带出去 所以我们两地的情谊 非常非常地密切 经常有联系 所以我经常会有回来马国 八口这一带 趁着这回参加工会庆典 批来也顺道回八口探亲和祭坟 她的母亲十年前在新加坡过世 她特地将母亲的骨灰运回八口安葬 伴随父亲长年 我是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 那么我考虑到我在马国 八口这里 我有一个新度的分场 那么我的老爸 我的父亲 是种在这里 所以我还是把我的母亲 移过来这里 种在一起 每年的那个清明 我都会有到的 以前住过的老房子 现在还住着堂弟一家人 虽然现在日子过得悠闲 但是批来的童年 过得并不顺遂 九岁的时候 我父亲死了 我们的生活会相当辛苦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们的母亲 两个就去各宿家 维持我们的生活 大概就十六岁这样 我才单身一个人 去新加坡工作 批来年轻时 卖过纹油 当过店员 后来自己开店做生意 虽然勇闯新加坡 但机缘巧合下 他还是娶了麻坡人当老婆 婚后又有十个孩子 这次新加坡渡市中心到麻坡 主要由渡市青年团团长 杜敬廷负责接待 杜青团半年前就开始积极筹备庆典活动 从接待宾客 布置会场 节目策划 大小事物皆一手包办 当我在晚宿前面看到所有的中心下巴士 然后每一个中心都大家一起握手 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感动的 因为两个国家虽然是讲说都是信度的中心 但是平常要见面不容易 而且他们要邀请这样多人一起过来也不容易 所以这一次可以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杜氏先辈几乎都来自中国福建全州市的马甲凤漆坑 他们早年过番下南洋 会先到新加坡再前往麻坡 分别在新马两地落户生根 因此新马都市中心血脉同源 这次聚首一堂 让两地工会会长各有所斩获 我们感到很幸福 就是花钱不要紧 可以到全家联系中心 我看到他们很做精神 他们都是一种隐气非常强的 所以我想把这些带回去新加坡 我们要花传扬下去 杜氏精神要传承给下一代 势必要栽培年轻的接班人 27岁的杜盈福 4年前加入杜金团 年轻会员活跃于工会活动 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我爷爷也常说就是做人 勿忘初心 勿忘本 勿忘我新度 从几十年来有没有 从那个通讯部发达 都能够就是一直都在联系着 所以就从中就觉得老一辈了 他们都很重那个情意 一个工会聚集了海内外力量 连结了各国中心 一个村子凝聚了度性的几代人 拉近了彼此情意 因为这里是我的工厢 我跟每个幸度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 喝茶 喝咖啡 讲话什么 觉得很好 所以我对麻坡八口这一代人 每个人很有亲切感 溢水之隔阻断不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也牵引出麻坡和新加坡两地的人情暖意 这个小镇所散发出的浓浓风土人情 罕见的奇人意识 为他平添了别样的风情和乐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即下载Toggo App免费重温节目